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唐纳德 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面临崩溃 因为卡玛拉 哈利斯宣布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兹 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 这一重大决定引发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激烈反应 特朗普竞选团队甚至宣称沃兹将 释放地狱在人间 共和党内部高层对此选择进行了猛烈抨击 指责沃兹是无能的自由派和公开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 前总统奥巴马和其他民主党领袖 则对这一选择表示欢迎和支持 称沃兹是一位杰出的领袖 这场政治风暴中 哈利斯和沃兹将如何应对共和党的强烈反击 并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脱颖而出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源自The Independent 该媒体已提供真实独立的新闻报道为宗旨 致力于揭示真相和追究权力的责任 在一场被戏剧性的描述为 地狱在人间的 竞选对决中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 对卡玛拉 哈里斯 选择提姆 沃兹做副总统候选人的决定 表现出强烈反应 哈里斯在一个周二的发布会上宣布 他将与明尼苏达州州长提姆 沃兹携手 应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挑战 面对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JD万斯 这一宣布 引发了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的强烈反应 他们立即向支持者 发送了一封募款邮件 警告称沃兹将成为 历史上最糟糕的副总统 这封邮件猛烈抨击沃兹 成他会 向最糟糕的罪犯敞开边界 并助长所谓的 绿色芯片局 浪费数万亿的资金 邮件还指责沃兹通过 数百万肮脏的钱购买 白宫席位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发言人 卡罗林·莱维特 更是在福克斯新闻上露面 进一步抨击哈里斯的选择 称沃兹的政策倾向于 危险的自由主义 他指责沃兹 试图模仿加利夫尼亚的 自由派议程 将其推广到明尼苏达州 共和党的其他知名人物 也纷纷回应 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 在社交媒体平台X 前身为推特 上称 哈里斯和沃兹的组合是 美国历史上最左翼的票 德桑蒂斯还提及 2020年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声称沃兹在明尼阿布利斯的 骚乱期间没有座位 尼基、黑利也持类似观点 认为民主党正在加倍支持进步运动 而沃兹则是 开放边界、社会主义和伊朗的 象征 共和党内的极右翼人士 如乔治亚州代表马乔利、泰勒、格林和劳伦 伯伯特也对沃兹进行了猛烈抨击 格林指责沃兹 在明尼阿布利斯骚乱期间袖手旁观 而伯伯特则将沃兹称为公开的社会主义者 认为哈里斯和沃兹的组合标志着一场 马格拉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 斗争 尽管共和党强烈反对 许多民主党重量级人物 对哈里斯选择沃兹表示支持 前总统奥巴马称赞沃兹 是为所有人服务的领导者 并认为他将成为一位出色的副总统 希拉里、克林顿则称 沃兹在为学童提供免费餐食 和推行带薪家庭嫁等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也为沃兹辩护表示 他是一个中间派 而不是共和党所描述的极左翼人物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查克 舒默称沃兹的加入是一个 很好选择 并确信哈里斯和沃兹将带领民主党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进步派代表亚历山德里亚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也称赞哈里斯做出了 出色的决定 认为这个组合将在治理方面 表现得包容和大胆 哈里斯解释说 他选择沃兹是因为 他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关注和支持 他称沃兹在多个领域的经历 如担任州长、教练、教师和退伍军人 使他对工薪家庭有深刻理解 这让他相信 他们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事实上 共和党内部的反应和批评 并不仅限于政策问题 他们还对沃兹的历史 以及他在明尼苏达州的表现 进行了个人攻击 例如 特朗普竞选团队 在一封募款电子邮件中 标榜沃兹为 无弄的自由派 并批评他在应对 明尼阿波利斯骚乱中的表现 然而 民主党的支持者认为 共和党的这些攻击 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自身的问题 前总统奥巴马 在其社交媒体上写道 哈里斯和沃兹的组合 将为所有美国人服务 这与当前共和党的政策 形成鲜明对比 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沃兹在其州长任期内 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特别是在社会保障 和家庭福利方面 前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 在电视节目中表示 共和党仕图将沃兹描述为 极左翼人士 是完全不真实的 他认为 沃兹代表的是 民主党的中间派观点 这在美国的心脏地带 有着广泛的支持 对于特朗普 和其竞选团队的猛烈攻击 沃兹并未立即做出公开回应 然而 他的支持者认为 这些攻击 只是特朗普团队的一种策略 意在激发其核心支持者的情绪 同时转移人们 对特朗普自身法律问题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 哈里斯和沃兹 继续在各个地区 开展竞选活动 他们计划在费城举行的 一场集会上 首次共同亮相 这场集会 预计将吸引大量支持者 计划生育联盟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亚历克希斯·麦吉尔·约翰逊 对哈里斯选择沃兹表示支持 称 这是历史上最支持 生殖自由的竞选组合 沃兹长期以来 一直是幸健康和生殖 健康护理的倡导者 并在担任州长期间 积极保护 明尼苏达州的堕胎权利 在这种背景下 独立总统候选人 罗伯特·F.肯尼迪 也对沃兹的选择发表了看法 他认为 沃兹的加入 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分歧 并称特朗普的支持者 为法西斯和怪异 综上所述 卡玛拉·哈里斯 选择提姆 沃兹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在美国政坛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虽然共和党 对这一选择 进行了强烈抨击 但民主党内部的支持者认为 这一组合将为美国 带来更多的包容性 和进步性政策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一竞选对决 无疑将变得更加激烈 和充满戏剧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日 唐纳德·特朗普 尝试领导共和党 反对卡玛拉·哈里斯 选择蒂姆·沃兹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决定 引发了大量争议和反应 哈里斯在周二 正式宣布这一选择后 迅速引起了前总统特朗普 及其支持者的猛烈抨击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迅速发出一封筹款电子邮件 警告选民沃兹将 释放地域在人间 并声称 他将开放边界允许 最糟糕的罪犯自由进入美国 另外 特朗普团队还试图标记沃兹位 无能的自由派 拥有 令人毛骨悚然的极左观点 这显然是对沃兹 在其州长任期内的 一些进步政策的反应 这一事态发展迅速 在共和党内部引起共鸣 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 德桑蒂斯和众议员马乔利 泰勒 格林等著名共和党人物 都对沃兹进行了尖锐批评 德桑蒂斯在社交媒体上称 哈里斯和沃兹组合是 美国历史上最左翼的票 并指责沃兹在2020年的 BLM骚乱中袖手旁观 让明尼阿波利斯陷入混乱 其他共和党人如尼基 黑利和劳伦 伯伯特也对沃兹的进步政策 进行了猛烈攻击 试图将它描绘成一个冒险的社会主义者 与此同时 许多民主党领袖对哈里斯的选择 表示欢迎和支持 前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 前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 以及众议院前议长南希 佩洛西 都表达了对沃兹的支持 称她是一位能够代表 全体美国人的政治家 奥巴马称沃兹为 杰出的州长 而米歇尔和他 都对这一选择感到高兴 希拉里 克林顿则指出 沃兹在州长任内 为学童提供免费餐食 和实施带薪家庭假的政策 认为他将是哈里斯的 不可思议的伙伴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也对沃兹表示支持 称这是 一个很好的选择 并表示 哈里斯和沃兹 将带领民主党取得胜利 进步派代表 亚历山德里亚 奥卡西奥 科尔特斯 更是赞扬哈里斯 做出了一个 出色的决定 相信他们 将一起有效治理美国 哈里斯在宣布 这一选择时表示 选择沃兹 是基于他 为中产阶级 家庭奋斗的信念 并认为他能够与他一起 建立一个伟大的伙伴关系 沃兹则在多次攻击 特朗普和JD 万斯时取得了成功 这让共和党人 感到非常不安 整体来看 哈里斯选择沃兹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决定 引发了美国政坛的剧烈反应 并进一步加剧了 两党之间的对立情绪 共和党试图通过 强烈的言辞攻击 削弱民主党候选人的形象 而民主党则集中力量 支持哈里斯和沃兹 试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取得优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又来那套末日预言了 他说地母沃兹会 释放地狱在人间 就像他说过 气候变化式中国骗局一样搞笑 其实 沃兹只是希望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能有多恐怖呢 搞不好 我还期待他能把地狱变成一座乐园呢 楚天书 你可真会说笑话 沃兹的地狱之火 言论可不只是搞笑 他的政策真的让人担忧 你知道吗 他支持恢复前重罪犯的投票权 这些人里甚至包括那些犯了重罪的 如果这不是向犯罪者敞开大门 那什么才是 谢琪琪 你这简直是恐惧行销 历史告诉我们 恢复前重罪犯的投票权是一个积极的改变 比如佛罗里达州在2018年通过了第四号修正案 恢复了约150万前重罪犯的选举权 这不仅让更多人参与民主 也减少了回饭率 这样的政策哪里恐怖了 我看你只是怕选民变多 选输了吧 楚天书 你不觉得这些政策在实行上会有问题吗 佛罗里达州的例子当然有它的积极面 但沃兹的激进政策会给我们带来不稳定 它还推动绿色新政 这可是让经济停滞的好方法 想想吧 谁会支持让汽车排放标准更严 让我们的生活成本更高呢 这不就是去年的夏天没空调 冬天没暖气的版本吗 琪琪 听你这样说 我感觉你是想回到没有灯和马车的时代 历史上无数创新都遇到过阻力 但最终证明是正确的选择 20世纪初 汽车替代马车时也是一片反对声 但如今 谁能想象没有汽车的生活 沃兹的绿色新政也许会有短期痛点 但长期来看 它能减少碳排放 改善环境 甚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这可是为未来铺路 不是吗 楚天书 你这马车和汽车的比喻很有趣 可问题是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这么激烈的变革 沃兹的政策看似美好 但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EIA的数据 实现绿色能源转型需要超过2万亿美元的投资 这会给纳税人带来巨大负担 再说了 沃兹和哈里斯的组合就像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载板 这能让美国好吗 奇奇 你这魔说有点太夸张了吧 首先 沃兹和哈里斯不是马克思和列宁 他们只是为了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努力而已 其次 转型成本的确高 但这是为了避免将来更大的灾难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 气候变化如果不加以控制 到2030年可能会造成全球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 所以 长痛不如短痛 沃兹的政策才是真正的未雨绸缪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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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